《圣经》 《圣经》 因为世间的道理 再让灭亡的人为余着 再让我们得救的人 却作为上帝的大能 以上因为上帝祝福 凡事件会有几个事件上 我刚才想到说 因为戴口罩戴习惯 我刚才在读圣经的分研前 想到说吴老师上来也没有戴口罩 所以真的是特情 不好意思 今天想进了这段经 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重要的主题 叫做如何做主的工人 如何做主的工人 好 我们先来看 我要分成两大部分 一个是哥林多教会的光景 第二个就是 为什么欠领哥林多教会 如何欠领他们 其实主要问题就是 希望哥林多教会弟兄弟 都成为主的工人 不是人欠 不是欠的工 是主的工 老师就是小弟 简单过来就是这样 OK 首先我们先来看 这个哥林多教会有什么样的光景 我分成两个部分给大家想 第一个 这个背景是圣经里面写的 第一章第五节想的 讲得很接触 我内给大家听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 口才知事全备 那这里面讲的什么呢 保罗说 哥林多教会他们的光景是如何呢 在他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他们是富足的 OK 了解吗 在基督里是富足的 那请问信仰好不好 有没有付过代价 有 他富足 他基督里富足 而且口才 还有呢 智慧 都全被握 就不得了 好得不得了 可是请听清楚 我再解释一下 你知道我们跳藏领舱 要达到什么最高境界 叫做身心灵 全人都健康 对吗 这是老师的目的 是身心灵 其实这个 没有新鲜事 因为这是保罗的神学观点 保罗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所有信耶稣记者 身心灵都要健康 都要归属基督 你知道吗 OK 现在来的 保罗说 哥林多教的光景是什么 他们在基督里是富足的 有在信仰的追求道路上 说我在基督里 我一直参加机会 我不停地祷告 不停地读经 一直追求 书经的事实非常丰富 经验也 经验是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 人不只是有情感也有理性 有理性有情感还有一个什么 有意志 对不对 你知道吗 哥林多教的光景是这样的 他们怎样呢 他们很认真追求 很认真追求 追求什么 我要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丰富 所以能一直读经 一直祷告 一直读经 我告诉你 他确有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他的魂体没有建造 他的灵里面很丰富 圣经很熟悉 教会的规矩很了解 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他的性格是有问题的 所以哥林多教是最混乱的教会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当他的属灵的内容很丰富的时候 如果他性格不被调整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都要跟你拼 拼什么人比较大 你知道吗 拼什么 拼什么 我记得 有人开会笑 下一次我们在马上应该办一个活动 什么活动 就是来比赛 好来 音乐一放 请问 这是第几级 第几手 对不对 就是拼相比较 对不对 但是拼相比较 是因为 你下了很多的风 在跳战里 他把它录得很丰 可是 属灵意义 你大概都不清楚 你不知道 你懂我理事吗 这是很大的问题 好 所以 因为上帝帮助我们 哥林多教光景 就是说 他在属灵上的事情 非常丰富 我告诉你 方年祷告 哥林多教最多的 也因为这样 所以哥林多教是最混乱的教会 因为性格没有被调整的 没有被搬转 他只是在灵里面 一直努力的追求 不断的聚会 很爱聚会 一直追求 换一句话说 他们有很多信仰方面的造就 但是 他们没有在性格上 来被主得掌 所以 他不是属基督人 不是属基督人 属基督人是身心灵 都归属基督 都被操练 都被完整 这非常重要 你知道吗 这种人 圣经很说 又很会祷告人 如果他的口才很好 还有智慧很棒的时候 你自己变的是你变你 变死他 你一定输他 所以你们小心 特别是牧师章的 你们真的要小心 他这方面很厉害 不过性格有没有被调整 其实很重要 你们也可以解释我的样子 因为上帝帮助 这是第一个光景 第二个光景 圣经里面讲到说 他们在恩赐上 是超越其他的教会 他说 圣经里面讲到 在第七节说 你们在这些见证上 在恩赐里头 一点都不缺少 恩赐不缺少 哇那很厉害喔 可能有医病的恩赐 是赶鬼的恩赐 受伤也恩赐 翻当也恩赐 其实许多恩赐 他们都有 可是这个教会是混乱的 我很不希望我们赞美超的弟兄姐 所以大家都变成 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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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超的 这样 这样 像个人都这样 那我们的赞美超一定会一大混乱 我们不单没有造就人类 而且会出入人类的过关 因为上帝帮助我 就记住 我一直要强大一件事情 性格很重要 一个人性格就决定他的高度 我说是属于的高度 因为上帝帮助我们共同一样 第二个光节 第三个光节 他们对保罗是有意见的 特别是保罗使徒的身份 他是挑战 不是挑战 为什么 你会觉得我身体没有比较输 我圣经给你说 我读经祷告不比你少 所以他认为他挑战保罗的使徒身份 因为说 使徒的身份过去 他们的定位是什么 有跟着耶稣基督一起朝主因的 那十二个人有没有 叫做使徒 保罗有没有 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跟着耶稣基督一起去朝主因 因为他那时候年纪还很小 对不对 他没有跟过耶稣基督吗 而且圣基讲 他信耶稣 是因为耶稣基督一直自家复活 他还出卖耶稣 有没有 到处去抓人 是因为在大马圣的路上去 意见主 他才完成班长 对不对 他能够成为使徒吗 所以他挑战他 你还要说 我没有比生平事 我没有比较输 说基督多 我也没有比较较较 如果是这样 你看看 你就发现 克林路加文就是一直不断的去挑战 为什么 属灵的骄傲 这是属灵的骄傲 OK 这是简单的背景 我们接下来看 那保罗怎么去劝你他们 我们刚刚所留的这段经文里面 有一句很重要 第十九文起来面 弟兄们 我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劝你们多说一样的话 接下来是一个句点 对不对 换来说这个话是到这里 后面是要解释前面的 如何才能够多说一样的话 什么叫多说一样的话 就是会说一样的话 是我心里想的跟你心里想的都一样 我们大家心里想的都一样 所以说出来的话都一样 刚刚老师不是一直叫他们说 以后的基睛会是谁的 我们 所以要大家一起来讲我们的 我们有没有说一样的话 有 我们说了一样的话 可是很重要就是 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事 如果都说一样的话 如果心里都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多说一样的话 那换一句话说 多说的话是代表团结 对不对 你跟我 我跟你 不分彼此 团结在一起 我常常形容团契有没有 团契 团是什么你知道吗 团是很多的小细胞一直连结 我这个小细胞跟九龙钢小细胞 你们小细胞 一直连结一直连结 连结成什么样子呢 成为一团 是圆的 不只是圆的 是立体的 是球形的 来面的 卡的是扎的 是扎实的 扎扎实实 你跟我我跟你 经纪连结在 是不能分开的 这是这样的团结 我也希望我们赞免超 全体的弟兄姊妹 成为一家人 这一家人就好像一团一样 每一个人都连结在一起 我跟你你跟我 都不能分开 一分开就不团了 就不团了 OK 要多说一样的话 这是我们的目标 老师刚刚一直强调 赞免超是我们大家的 一定要这样团结在一起 多说一样的话 怎么样才能够团结 多说一样的话 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理 怎么说 你们中间也不可什么 分党 只要什么 一心一意 又要彼此相合 三个条件 如何才能团结 才能够多说一样的话 三个条件 第一个 不要什么 分党 要怎么样 一心一意 要什么 彼此相合 一个不要 两个要 对不对 不要分党 第二个 要怎么样 一心一意 第三个 彼此相合 不可分党 然后接下来 后面呢 保罗就举一个例子 因为时间的关系 不能讲太长 我们就快一点 你看喔 保罗就举一个例子 它是什么呢 为什么保罗要这样欠语呢 因为有什么 有一个隔来式的家人 家里的人 有没有 来怎么样 常对我提起弟兄们来 说 说什么 你们中间有分争 好 请一直讲吧 我来告诉吴老师说 吴老师 我们北区的团长 大家都分分于心 我们中间是分 都有分争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我在打吴老师去听我 我做 做辅导人 我去打吴老师 吴老师 我去打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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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 你们中间有清分 把罗写信给各人都教会说 隔来式家里的人说 你们中间有分争 那你了解什么 OK 那请问 我这个角色 是不是写才能在分争里用 对 就是这样 这样了解吗 隔来式 隔来式就是女 女基督徒叫做女徒 我把他生字叫女徒 他是很有经济能力 很有影响力的人 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跑来告诉保罗说 我们的团队有很多的分争 很多分争 好来 你知道吗 这里不是讲说隔来式去讲 是说的吗 隔来式家里的人 家里的人 那请问讲的人有几个 好多 好多可能都在讲 只要隔来式家里的人 几乎都跑去跟保罗说了 这样那个保罗有很听过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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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有老师 如果聆聆聆聆聆聆 我跟郑牧师 或是说 这些同观伟 一直来跟老师讲 有老师啊 我那有问题 他又说有老师有 说有了百倍 有老师的聆聆聆 我可以说 保罗就这样累死了 所以干绝写信告诉你 不可以分党 要怎么样 一心一意 要与此相合 与此相合 就是这样来的 你知道吗 就是分党 你知道 讲什么呢 但是你看 十二节 我们来读一次 你看 我的意思就是 就是你们个人说 好到这里就好 这些人来把 这些格来寺的家里人 来告诉保罗说 他们当中有分针 然后保罗说 我的意思 有一样吗 现在转过来 变成保罗说话的分队 是格来寺家人来告诉我说 你们当中有分针 那现在保罗说 我的意思是说 换句话说 他求证过了 他求证过的结果是什么呢 你们当中是怎样 你们个人是怎样 有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伯罗 我是属基法 我是属基督的 对不对 这个很麻烦 你知道吗 没有解释 我们大家都不清楚 有人说我是属保罗 请问哥林多教 谁创立的 保罗 你还记得 那个 雅基拉 雅基拉跟百基拉 两夫妻 有没有 那个染布的 做帐篷的 后来保罗就投靠他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就 在会堂里面 连会堂的雅基部也信了主 所以教会就渐渐成立了 哥林多教是保罗所开拓的 为什么有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开拓先锋 开玩笑 吴老师是创办人 对不对 你说我是属 吴美玲老师的 我亲家的死 你懂的是吗 而我是属保罗的 因为我是跟着创办者 我始冬如一 这是第一个 有人说 天哪有什么要不去 我告诉你 我是属亚波罗的 因为你如果认知亚波罗 你知道亚波罗是非常会教导的 很感动就对了 他讲这次没人打合设的很厉害 很会教导很会培训人才 你知道培训教育是成为教会很重要的根基 对吗 我是属亚波罗的 因为保罗口才不好 你记不记得保罗口才不好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讲的是什么 你看十五行传 有一天不是晚上讲道 保罗讲道可以这样形容 不好意思 又臭又长 好像你的包脚不一样 说什么 说对不样的 说到三个半都可以说 一篇道理 讲到什么地方呢 讲到大家都打瞌睡 其中有一个人 一个少年人从楼上 掉下来当场死定 你看 你要不要死保罗 我不是保罗 我要死那个 最后讲到的那个 亚波罗 我比你更厉害 对不对 刚得不和你 和你落水 对不对 是属亚波罗 你说哈 属亚波罗有什么了不起 我是属基法 你知道基法是谁吗 彼得 彼得是谁 大使徒耶 耶稣十二个使徒 里面那个最大的那一个 常常带头的那一个 我是属基法 我比你更大 你属基法有什么了不起 我是属基督的更厉害 对不对 他的意思是什么 彼此见证 身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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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个教育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教育就是这样子 然后十三九 我们一起来念 基督是分开的吗 保罗为你们盯了基督家吗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 受洗吗 你看哈 基督是分开的吗 是吗 不是啊 保罗怎么讲呢 保罗就用自己当例子说 保罗为你们盯十字架吗 他不好意思说 亚波罗为你盯十字架吗 彼得有对你为你盯十字架吗 亚波罗有吗 没有啊 是基督为我们盯十字架 意思告诉你说 你的救恩是谁建立的 救恩是从哪里来 是耶稣基督来 只有一个 没有保罗 没有亚波罗 没有基法 只有基督一个 不必再谈什么 我特别 还要特别讲 我是属基督的吗 不是啊 大家都属基督 为什么只有你属基督啊 基督是大家的 赞美上是大家的 不是我一个人的 对吗 可是我仍然要稍微跟大家强调一点 我要告诉大家 赞美上是大家的免责 但我告诉你 也是你个人的 基督是大家的对不对 好 是不是我们个人的 是 你个人不信耶稣会得救吗 也不会啊 耶稣基督的信仰 亚所仅仅有 有章 无事 上帝只有儿子 没有孙子 不能传承 是你个人的 赞美上是一样的 不是说 我赞美上帝 我叫你老子 我老子 老子 老子 叫你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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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有法度 必说义的 如果他不来教 的话 会变成他的吗 也不会变成他的 OK 回过头来 我们看 保罗没有为你钉在施价上 你受行的是奉谁的你受行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行 你不是奉保罗名受喜 意思是什么 那个受喜 受喜的意思是 我接受这个信 接受这个救恩 对 你接受谁的救恩 耶稣基督 换一句话说 你认耶稣基督为主 你信的是耶稣 你不是信保罗得救 也不是信亚伯罗得救 也不是信基法得救 是信耶稣基督得救 所以你才会愿意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喜 所以你不是奉保罗 亚伯罗跟基法兰也受喜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为你预备救恩的是耶稣基督 你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才受喜的 你用这样的得救 所以基督不是分开的没有 可是为什么你今天说 有人说我是属保罗 属亚伯罗的 你知道每一次我很感动 一件事老师 动不动就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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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创立的 明明创办人就是吴美云老师 对不对 可是他还是说 没有人 诶 他不是我创立的 上帝创立的 刚刚还在讲 对不对 OK 这是这种态度 对不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开始七节 你知道吗 不要分党要一心一意 其实是连结在一起 一个不要一个要 对不对 可是一心一意 不是统一 一心一意不是统一 一心一意也不是装甲 不是装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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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装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大家在一起 说我们赞美超很合一 这个不是装甲 是装甲 是装甲 心甲情愿 因着耶稣基督的灵部 我因为爱主 我得到了这救恩 我要回应上帝的恩典 这个大恩大爱 我要回应他 所以我爱耶稣基督 所以我就一心一意 所以我是心甲情愿 这个叫做彼此相合 如果没有心甲情愿的话 没有这个爱 没有这个温暖 那个一心一意 就会非常僵硬 就会非常表面 除非你彼此相合 才能够彼此建造得更美好 我真的很胖 我们真的有机会常常 这个 团长会议 各地去留意 要常常联结在一起 别忘记 二十周年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来 团结更大一点 一小团 一小团还像小组一样 我最后讲一个故事 做我的结束 我喜欢看电影 我爆料一下 我喜欢看电影 有一天我去看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了古侠片 你知道吗 我看了一部片 叫做英雄 到最后感动的调位 我坐在那里 我没有办法出那个电影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时候 情果不是很强 战国时代的时候 身边先标西高天 大家都修台 大哥要战地堂 你知道打仗一定会怎样 失散 对不对 我把我们布好你的台事 我把我们的脸部宝点 帮你 帮你 帮你去 对吧 帮你去 所以那个时候 就造就很多的英雄 很多的英雄也豪杰 我看我很厉害 我那个爆头的心 非常强烈的 好 结果呢 那个 七雄剩下一雄 那一雄是谁 秦王 秦王 就是秦王 秦王 秦王很大 对不对 他一上来的时候 就遇见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武林高手已经遍满天下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脸部宫嘛 结果得罪对多人就是秦始皇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都要暗杀他 有没有 要刺杀他 相信所有办法 第五宫 听说 因为他的戒备身影 很多人靠不近 有人就练在一个地步 只要靠近秦王十步 秦王一定死 一定死 结果很多人练练都进不了身体 其中有一个天雄 那个人叫做李延杰 他的功能达到这个地步 已经可以十步 十步之内就可以要他的命 你不要以为秦始皇 就没有武功 他武功也很厉害 意思说到十步都要温序 他练到这个地步 后来他要刺杀他 已经到达十步了 秦始皇分析了 对吧 后来 因为很多人劝这个 这个李延杰 你不要杀他 为什么 因为我们国家需要稳定 如果稳定 一定要有一个人掌握大体 掌握大体 你要为国家设计思想 要放下私心 虽然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父母亲可能被杀 但是 你要不要牺牲小我 完成大股的精神 他一五天 后来就拼到那个地步 结果当面对秦皇要杀他的时候 秦皇也知道阿姨 那个常规设计思想 这样 突然间他放弃 为了大主 为了天下 为了天下 大主 所以他就出去 结果呢 被团团围住 你知道解体是什么吗 那个时候 当要出那个大门的时候 门一点被关键 还要出大门的时候 他就在大门那个地方 被万箭窗戏设施 被抬出来的时候 因为秦皇要后葬他 把他抬出来的时候 那个大门 有一个人形在那边 因为那个箭太多了 叫万箭穿鞋 我讲到这里 今天不是要讲 我讲故事 我很希望我们赞米叉 每一位在座的团长 你要有牺牲小我 完成大会的精神 如果没有赞米叉 不能继续发展下去 他要勇气发展 一定要付代价 不是都会跳赞米叉就好了 你的意志 刚刚一直 比较少讲到意志 讲到情感 讲到理性 比较少讲到意志 你的意志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的意志 没有坚定说 就算万箭穿鞋 我也要让最高的目的达到的话 如果赞米叉要成为全世界各地方 要对世人有帮助 让各地方有很多的赞米叉 达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大使命 你们要尽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 把我所教导你们的 你们要教导他们遵守 他们说 如果要达到这样 你不犧牲俳武 有时候有挑赞 整个人说平时 VS 枪 跟大家講 如果人失心態度 但當時是誰態度 放下 連萬見穿書 都願意為主擺上的話 那麼 你要不要 你一定就很容易把所有的失心統統放下 無私人來奉獻來榮耀上帝 我們去地道來祷告 天后上帝感謝當明你這段百貴的時間 一同來思想你的話 人的話就是這麼有限 恳求你無限的感動放在我的心上 反覆思想 好 叫我們成為更合理所使用 讚美他的成功 做主的工人 榮也榮耀你 奉依順聖明禱告 阿明 要常常喜樂 不助地禱告 不助地禱告 一起來禱告 要常常喜樂 要常常喜樂